回来 倒霉怎么捧着黄身呢 你上哪儿去 我不是已经挨了板子吗 我就进饭馆吃点东西补补 吃饱了吗 吃饱了 正好替朕办事 看见那女的了吗 盯着她 把她住那儿弄得清清楚楚的 皇上哪儿有女的呀 您花眼了 那女扮男装的 女扮男装 那皇上您看上的人 小民怎么敢盯着呀 他已经开始注意朕了 所以得找人换我呀 朕一早出来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回用膳 那我明天一早就告诉您他的住址 行不行 今儿晚上就得告诉朕 朕 朕在宫里等你 您就不能让我回一趟家吗 快去 快去 这个灯徒子倒真有耐心 还想甩掉吧 没门 怎么报到门地来了 他想家伙呀 就算我弘历再胆小 我还不至于比你一个小女子 更怕鬼吧 姑娘 没想到 咱俩还是邻居啊 请问鬼灵有多大呀 鬼啊 阿婆 这有你的 我见到张锦发了 他没事 家父回来了吗 还没有 这倒怪了 怎么张锦发出现了 家父却反而失踪了呢 你说什么 皇上 皇上 那小女子她是一个鬼 她在她住坟地里头呢 她 您不信呢 皇上 您要不信的话 您看我这脖子上 好像还有鬼抓过的痕迹呢 啊 哈哈哈哈 弘历啊 你这是半路开了小差 回家绘完了大煤 跑到这儿来说故事吧 皇上 真专的 我真是怨死我了 皇上 我真是比豆鹅还怨呢 行了 你去找个画师 跟她描述描述 把这个女人的模样 画给朕 哎 哎 皇上 嗯 当时可是黑灯瞎火 我什么也看不清楚 我就觉得那女子 面目猙獰 把脑袋拿下来在那儿梳头 我现在要形容 那也是胡说八道编出来的呀 我 行了 行了 下去吧 下去吧 走吧 走吧 哎 想明告退了 哎 皇上 嗯 想明可是为了您 去跟踪那个女子对吧 这担惊兽怕且不说了 晚上那顿 吃饭花的银子 是不是能在内务府爆战了 嗯 您恩准了 哎 谢皇上 嗯